大家好 上次貓叔介紹了魚膏之後 這次我又發現了一個韓國食品 非常之有趣 在Wonning Man裡面 今年2014年年初 他們玩了一集 煮食大菜 Garry跟另一個女星 找了一個老人家 學了一個煎 豬扒 肉餅 我今天去了一田 發現了一包 那我就買回來 煎來吃 林德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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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開始火力太大 所以煎到有點焦 但是聞起來 非常有肉香 雖然就 不是好像Garry 他們那樣 現成手鐵 但是 我也非常之很有興趣 去看一下究竟 那個味道是什麼 好了 快扒就煎完了 其實真的很快 他那個包裝那裡 都在寫乾煎 每面煎兩分鐘 每面煎兩分鐘 最火就不要太大 變得比較焦了一點 如果各位 切東西的時候 用一塊砧板線 就用一塊毛巾煎一煎 好嗎 手指 手指就斬分了 誒 話那麼快就做完了 那看是 為什麼要煎這東西 看是用來送啤酒吧 好 那我當然試試 非常之適合用來送 送啤酒 它的味道就好 好似 豬肉乾 但是呢 就沒有那麼油 基本上 沒什麼油分 但是 你沒有被 那個包裝騙到 其實只有這麼薄的 好 去回一個位置 其實只有這麼薄的 那它一包就五塊 如果我一餐我怎樣都 不過幸好有很大塊 那 一個人的話呢 兩塊呢 就 飽肚一點 如果你想在家製 那些拌飯的話呢 那些拌飯的話呢 這個呢 真是無敵 煎了它 切成一條條 然後加一些蛋絲啊 又加一些 小泡菜啊 那些 那些 冬菇啊 那些麻油炒過啊 已經 如果 如果你拿來 冬菇的話呢 一定 一百分 再加上去呢 已經調好了味了 那 那 你只要加熱 煎了它就沒問題 我就在 觀塘 一田那裡見到的 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就 買回來試一下 因為呢 非常之適合 喜歡喝啤酒的人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就 按個讚啦 如果你想繼續收看的話呢 就按個訂閱 下次再見 拜拜